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韩控诉 父亲在他还未成年之时就不给他学费 导致他错失理想的大学 因为我当时是真的很想考一个大学的 他们没有支持你 没有支持 然后就闹得不愉快 甚至对他动辄打骂 成了他内心抹不去的阴影 如果小时候把那个伤的照片给您看的话 我是没有拍 我是没有能力记录下来 如果记录下来您看到 您会觉得这就是虐待 但另一边 父亲却指责儿子 不学无数 逃学一个月 还欠下一身网贷 被人追债追到家门口 父子俩剑拔弩张 互相对立之时 为何又双双落泪 对于错 爱与恨 究竟谁才是父子关系破裂的元凶 又是为何观察员们意见分歧 当孩子受到委屈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缩回来 不要给老师添麻烦 有病了能忍就忍 这什么爹呀 凭什么 不说你 我觉得你不会长大 父母不敢说你 我能说 我敢说 父与子 究竟谁才该说对不起 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 能否在调解现场找回应有的温度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不被理解的父爱上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一家人 爸爸妈妈和儿子 我们先问坐在调解席上的两位 父子二人各自有什么诉求 就是我和我儿子之间 可能两个人的看法 意见 观念都不一致 才能很多的一系列矛盾 也可能是我的问题 也可能是儿子的问题 希望能通过整个平台 互相把这个心理的问题说出来 把这个纠结给它打开就行了 好 如果要说是谁的问题的话 刚才父亲说两个人都有问题 父亲觉得自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是可能就是说 我工作压力比较大一点 就是说干什么事情比较急早 急早可能来说 对着孩子这个说话语气上 会带一种猴的感觉吧 儿子的问题是什么 儿子的问题是什么吧 可能有了很多东西 他不理解你 背后你为他而付出了 当然他不一定他亲自 肉眼看见 所以导致什么呢 他说最后是我们 给他之间就是扔保一把 父子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 对对对 好 小韩的诉求是什么 我本来没有诉求 我来只是说配合调解 然后但是既然今天来了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证实一下问题 而不是双方都去逃避自己的一些责任 你认为你跟爸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觉得他对我的伤害是 不是伤害 只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爱的体现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定类的爱 让我有点有阴影 是这个导致着爸爸所说的 现在的父子关系出问题吗 对 如果说调整的话 你对爸爸调整或者认识到这个问题 你抱多大的信心 不太抱信心 因为之前是一旦有矛盾 都会去找各种亲戚做中间人 也是进行调解的一个作用 但是没有作用 所以我不抱太大信心 明白 傅先生 今天在这场调解里面 你心里有底线吗 或者最坏我做了什么样的打算 最坏的结局就是说 脱离父子关系 父子二人的相处问题由来已久 但还没有严重到要脱离父子关系的地步 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傅先生对儿子彻底绝望 催款单上写着小韩拖进网贷 已被提起诉讼 是指小韩的头像身份证号码和家庭地址 也被清晰地印在了催款单上 看着这张贴在家门口的催款单 傅先生夫妻瞬间崩溃 他们觉得儿子如此不让人省心 而且让他们颜面尽失 他们把这股怨气埋在心里 等着儿子主动交代 我没有问过 因为我跟儿子之言 基本上是不这么交流 傅先生说 事情发展到现在过去了很久 儿子是既没有交代 也没有求助 让他是又气又急 催款单事件也最终击破了父亲 最后的宽容 萌生了脱离父子关系的想法 可听完父亲的话 一旁的小韩 却用冷笑回应了父亲 真的不知道吗 他知道 对 知道 他太知道了 小韩直接拆穿了父亲的谎言 他说 其实这笔网贷 根本不是发生在最近 而是发生在三年前 他高考失利后 借网贷更是迫不得已 就是在高中学 波音主持专业 但是后来因为文化课 然后差了四分 没有过线 然后我觉得太可惜了 我还是想那个啥 再来一次 对 再来一次 因为依考班 学费是比较昂贵的 我当时 就是一下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所以我选择 你当时拿不出来 对 父母是不负担这部分的吗 当时是不负担的 刚开始应该是我一直没在家 他基本上有什么事情 不过是他就给他妈 让他妈中间喘化 所以我觉得你主动一点 你明天9月1号该开学的 你今天前几天把这衣服 或什么该洗了洗 把我这要上学的 我这个学费 你看你们怎么考虑它 难道你们只在那一天 才讨论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们直接 一向来是能保留 基本不交流 不是没有沟通 是沟通没有用 因为这个事 当时也找了一个亲戚 做中间人 然后就是说劝我 然后让我直接去服读高中 因为我当时是 真的很想考一个大学的 我还是想就是 去读个一考吧 他们没有支持你 没有支持 然后就闹得不愉快 所以我就去带了个网带 然后自己去了郑州 这个说起来是话 确实是不清楚 为什么会不清楚 因为就不沟通 就是以哪个的一情况 因为有些这个情况 是不需要沟通到那种程度 才较清楚的 做父母的 也有主动关心 和去了解的义务 对吧 你们有吗 他补习我也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也接受他补习 那为什么学费会成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在学校学习的话 因为老师有义务告诉你 这中间是不划线的 我说了可能有点抠 老师这个拨 你那一科都在你周边的 你不懂一点 学习本就行的 我爸说那个高中 是专门的复读高中 里面学习成绩都特别的好 但是并不适合我 为什么 是因为我第一年 补课的那个老师 就是那个学校的 复读班的班主任 平均分在500左右 然后我当时的文化课成绩 可能还就是将近300 明白大家的进度程度都不一样 你们不适合那样的 对 完全不一样 如果想是想 原来他这个方式行的话 那全国都不要 甚至在学校了 都请你去不科学习的 在任何时候 包括我自己学习 我都不去一对一的 我觉得还是在一个 学习会更好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比如说爸爸觉得 这样模式更好 儿子觉得这种模式更好 到底谁才对呢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对于错 就是你的一个得于失 在没有对于错的情况下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和商量 对 而你们父子之间 没有这一块 你们知道他因此 就自己去网贷了吗 网贷的时候我不知道 你们没想到 他会走这一步是吗 对 如果他今天说 我之所以会网贷 就是因为当初 你们不肯支持我 你觉得能接受 他这个说法吗 我不接受 我觉得是 他的问题 站得多一些 他的什么问题 他的比较自我的问题 站得多一些 自我 对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吧 作为父母 也就是说脾气急躁 这一点上 你们只认为是 自己脾气急躁 并不认为 刚才小韩提到的 对他有伤害 对孩子可能也有一些伤害 这个一些占了多大的比例 我们的比例 我觉得是说40% 他占60% 他占主要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一年 小韩靠着网贷而来的 一万两千块钱 终于交上了学费 可因为经济拮据 小韩还是少补了很多文化课 再次以几分之差 错失了心仪的大学 只考上了一个专科学校 这也成为了他心中 永远的遗憾 我觉得我这种情况 跟他们说明过 如果他们当时 给予我的帮助 再多一点 我可能就 可傅先生 却对儿子的这种想法 嗤之以鼻 他说 自己当年靠着自学 就考上了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 还一个人在北京 创立了一家雅科诊所 养活了一家无考 现在 小韩考不上大学 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而不是怪父母 没有给他花钱补课 他最看不惯的 就是小韩对待学习的 不自主 可恰恰 小韩最厌恶的 就是父亲在学习上 对自己的强硬做派 高一的时候 上班学期上完 就开始分班了 然后我当时就分到了 我们学校的音乐班 然后就没有生活费了 为什么 就没有生活费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想让我学礼 我选礼课班 你就没有生活费 是这个关系吗 那你那些天怎么生活呢 是偶尔餐厅需要帮忙 去帮个忙 然后管顿饭吃 没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怎么办 就饿着呗 饿着 我两个星期 坚持不下去 就是因为我 那天早上 就是因为是冬天 然后就洗头 就是冬天 学校条件也没那么好 就是凉水 然后就是一下就 就晕过去 实在是身体不小吗 这个情况你有跟你爸妈 在过程中有告诉他们吗 我跟他们说过 但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 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直到我又重新转入礼拜 然后才开始继续给生活费 这个我觉得你是 只得一排谎言 生活费是都不会欠你的 我不管是有欠没有欠 我都不会欠你 但是不许让你拿到欠 再需要分识持 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吧 因为他爸在外地 这个小汉市这个 没给他生活费 这个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他那段时间 你觉得为什么会过那样的生活 老四过打过去电话 说他苗在板上 可能给亲师洗脚了 因为他有一点肚脐的吸管 他说就是吃饭的钱都没有 是怎么呢 那个吃饭钱不存在 没有给他 他可能就是说 我钱也给他 他可能是先去 淘了几百块钱 去弄了一个生机 钱基本上是给他 明白 妈妈的意思是 生活费肯定是给了 但至于你拿这笔生活费 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花销的 对 那你们就不清楚了 然后就是他这个绑字问题 他确实也绑过字 这个我觉得是他现在是 他苗没有给他生活费 这个不存在 另外就是给这个专业 都是他自己去奥赖 这个他爸不清楚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在 避重就轻地说 我要问一下 就是你刚才说 要求你考理科 就在你的理解 这是爸妈的一种愿望 还是他们完全不顾及 你的基础 你的能力 就这么强硬地决定 因为到高一的时候 他就是没有办法决定了 他只是用这种 不给生活费的这种方式 让我就是 是强硬的 对 虽然现在已经在高校就读 但是每当回忆起 高中生活的那几年 小韩都觉得自己那些日子 过得特别艰难 因为父母的干涉 他在学业上兜兜转转 始终难以安心学习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小韩最终还是决定 高二那年重新转回艺术班 可这个选择意味着 他完全要靠自己的努力 完成学业 从高二开始 一直都有兼职 带课了 然后去当服务员了 直播带货了 啥都有 进入大专后的这两年 小韩也是靠着兼职赚来的钱 还掉了一半的网贷 剩下的六千元 本来计划今年就能还清 可他没想到 突如其来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节目继续 不是太大的问题 能自己弄 认手 认手一样子 我纠正一下 那个就是跟室友的 生活习惯有问题 因为我想让自己成绩好一点 虽然是大专 确实也不是什么好学校 但是我的成绩 都是在整个系里面 前十二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专业 平常要出早工 然后所以我早上 一般要很早起 但是因为 同个宿舍的生活习惯 晚上就一直什么打麻将 打游戏了 然后吵了什么的 然后就会发生一些矛盾 就是这种问题 我不止一次 去跟导员去说 没有用 所以我在下半学期 忍不了了 我才找到我爸和妈 希望他们能以 监护人的身份 去帮我一下 那我们就过去了 去解决他这个事情 后来老实说 这一个月都没有来上学了 我最分甘的就是 你不问一个再大的问题 你敢把你的奔制工作赶好 我打单一下 说一个月没有上课 那个时候我请假了 老师也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就是需要住院的 需要住院 对 因为我当时 就是因为 这个系二手间 吸到就是已经肺炎了 已经肺炎了 所以他们刚刚就是说 一直避重就轻 只是说我不好的问题 所以你提出来这个 幻寝室是因为 你的身体确实承受不了 对 因为这个幻寝室 就是从开学 没几天就开始说了 一直等到下半学期 快结束了 都没解决 我身体已经都到肺炎了 因为在肺炎前 我还高烧了一个月的时间 高烧了一个月的时间 你爸爸知道 你的身体的问题吗 知道 他肯定知道 我给我妈和我爸 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说我现在 都已经发烧了 虽然当时还没有确诊 是肺炎 但是我说 我已经发烧很长时间了 这个我不太了解 这你都不知道 对 基本我给他 你就不过他给他妈 你爱人也不会告诉你吗 他不想就是说 他跟他妈沟通 不想今天说得那么详细 生病了这一点 哪怕不详细 生病的三个字 你都不知道吗 知道是生病了 但是生病了到什么程度 他也不说 我们这边也不知道 你没把它当一件 很重要的很大的事情 对 因为我从医学 这个角度过来 因为人自身有一个免疫力 就是说你懂不懂 不要说我干嘛了 我吃抗生素 吃药 吃药 能用自己能看过去的 都不要吃药 我说年轻人的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头痛到这儿 你看我不只是 我要送这个钱 我能看过去 我就看过去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可能 我觉得这不是 死人的问题 可能在孩子中间 会造成心灵 一种创伤 我当时的心灵 我觉得很委屈 因为那件事 就不是我的错 而且不仅说 就是说你要忍下 他们就像他刚刚说 他刚刚说了 没有这么温和 他原话就是说 清华北大的环境好 你怎么不去 我觉得他们就没有起到 一个监护人的一个责任 为什么我给他们打电话 希望他们去跟老师 去说一下 抽一一下 对 因为我也是问了很多人 包括也去找了律师 就是说这种问题 只能就是说 家长拿着诊断证明 然后去跟学校施压 就是说去换个清协 所以他们的反应 其实是你是失望的 对 明白 妈妈清楚这些情况吗 身体也好 情势关系也好 生活习惯也好 这个我给他 那个辅导员打过电话 我就说 孩子这个 亲失这个吸烟问题 看看能不能给他调一下 最后辅导员给我的回答是 他们调了了 可能是他们私下里头调了 那都已经到后来了 对 那之前呢 之前他没有给他们说过 在调解开始前的问卷里 傅先生曾经填写过小韩的趋点 最首要的两点就是 自我和不尊重老师家长 他觉得不是自己不尽责 而是儿子太自我 所以看不到他的爱和付出 一发生矛盾 他就说我们大人是 不能他妈就说一句话 我就是现在给你跪着 你能解决你现在 考死了 或者是现在这问题 能吗 他就说你跪 你给我跪着 跪 傅先生觉得很委屈 他不明白 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为什么儿子却通通视而不见 我们那个大姑娘 所以先天想 心脏失点隔去身 在一岁多的时候 发现这种情况 后来就是说 北排无奈 就到北京做手术 这个手术做得不算太成功 最后也算是失败了 所以这种坎坎坎坷克 让你心里非常不舒服 因为那时候 并不是你现在 甚至我可以拿3万5万 10万左右了 钱都是减着 所以孩子最后是 包住孩子的名 最后他们回来 我留在北京那边 因为你没有在北京 省村的资本 什么资本都没有 普通话到现在你也知道 不许说 借助没有借助 资金没有资金 人买也没有人买 靠什么呢 就是靠你吃苦 靠你别人 五点起床 你的三点起床 就靠着 我觉得只要我通过努力 我也能达到这种水平 对于爸爸说的 他这一段经历 你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对我没有什么 太大的波澜 就是我觉得 我的不容易 你从来都不看到 凭什么要让我去理解 你的不容易 小孩 你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事实证明你的教育理念 极其差劲 别再试图教育我 影响我 生活挺难的 别再给家人添堵了 是为什么跟他说这句话呢 小孩 具体事我忘了 但是就是也还是争吵过后嘛 你是在表达什么 我是在表达就是 不要再拿他的教育理念 去管我了 你觉得他的教育理念 有问题 他们一直都是拿着自己的精力 去判断一个事 以各种手段去 让我按照他们的心 虽然我不懂什么教育啊 但是我觉得 一些就是说 孩子和家长 要以平等的一种关系 你们家没有 没有 而且我们家是我爸独大的 包括我爸跟我妈 他们两个地位也是不平衡 因为只有我爸挣钱 所以我妈也是 没有任何话语权的 我看到爸爸回你的这句话 发不出去了 是你把他拉黑了是吗 应该是 不愿意再跟他沟通吗 对 在小韩眼里 父亲从未给予他 任何支持和保护 是个不合格的父亲 父子关系走到今天 都是父亲的问题 而在父亲生眼里 儿子小韩才是矛盾的根源 因为他不懂感恩 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父子关系濒临破裂 究竟是谁的错 对此 观察员北辰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小韩还有爸爸妈妈 小韩有问题 问题还不少 但是我特别想说 小韩的问题 好像是我们能看到的 在孩子当中 大多数都会有的 比如说 可能他不是一个 天赋很好的 特别善于学习型的孩子 我最多只能对他 做一个这样的评价 而这个学习呢 还是他自己 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事实证明在他感兴趣的 他想要学的专业上面 他能做到在全校里 排名靠前 这是一个 我看起来还挺心疼的孩子 但是父母的错误 我想说 是很严重的 很重要的 很原则的 甚至很可悲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 当孩子受到委屈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父亲的形象 多重要吗 我就是是非 我就是黑白 我就是挺你的 有爹在 什么都不用怕 但是你选择的是 缩回来 不要麻烦别人 不要给老师添麻烦 有病了能忍就忍 自己免疫力提升 这什么爹呀 我也是男人 如果我的儿子是这样 我找校长 找老师 我找教育局 找教育厅 规定为什么不执行 凭什么我的儿子搬宿舍 我不搬 让那个抽烟的给我滚蛋 你搬宿舍 如果搬宿舍还解决不了 我继续监督 开除他 这叫爹 当一个男人 一个父亲不但又缺位 不管你是因为生活缘 还是什么原因 我们可以理解 你缺位了 你没在 但是当你出现的是什么呢 是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相信这个孩子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做过主持人 对于一个学波音主持的孩子 来说 他对自己的梦想 有一个追求 是多么奢侈和值得尊重的事情 可你们不懂 现在你知道大多数孩子 家长最头疼的是什么吗 是很佛系 是没有欲望 没有梦想 没有追求 他比如说学波音主持 他就学上天 我都支持他 只要是学习的 一万二千块钱 我一直以为 这么气愤 这么痛哭 接了十二万 一百二十万 一万二 孩子自己 还了一步 还差六千 因为这个事 能闹到现在 我真不理解 第二条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 这个孩子 怎么就这么讨人厌呢 父母居然 出奇的一致 默契和协调 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喜欢他 甚至所有的我们双方夫妻 为对方找理由和开脱 是孩子的责任 就算分个责任 孩子也是六 我们是四 我说话可能狠了一点 你们自己思考 孩子为什么多累 不是我向着他说 是事实 所以孩子希望父母的 最重要的 起到的作用 是我成长路上 人格的 树立过程当中的 一种榜样 妈妈其次 我真的要批评爸爸 在你们相亲 相爱的同时 记住这个家庭里 还有几个孩子 对孩子的爱 方式不对 初衷也不对 然后我希望 小韩 我不知道有没有 看过心理医生 我希望你去看看 心理医生 倒倒苦水 从调解开始 小韩一直表现得 十分冷静坚强 可观传员北辰的话 却撕开了他 伤痕累累的内心 他泪如雨下 哽咽着 第一次承认了 自己的无助 查过 去医院查的时候 也查出来 就是 中毒抑郁 和中毒焦虑 然后就是 就是 但是我 直到现在 我并不觉得 我有抑郁吧 只是可能说 遇到这种 很多事 发的时候 就不开心 然后当时 应该是吃药的 然后但是因为 因为当时经济 也就比较紧张 然后 然后也没使得 看那个药 那个药可贵了 小汉的抽气声 让现场所有人心疼不已 傅先生夫妻 此时也陷入了沉默 十几分钟后 小汉的情绪 才慢慢平复下来 小汉 小汉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爸爸容易吗 不容易 两个都不容易的人 但是好像走到今天 在彼此的互对 然后彼此的为难对方 而且不理解对方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里面 有两个点 是值得二位去 理性思考的 第一 你们除了看到 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的时候 有没有去关注一下 对方的感受和情绪 其实你们都没有 不是单向的 谁忽略了谁 而是双向的 忽略了彼此 那第二个问题 会让你们走到今天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认为 你们都没有看懂 对方的核心恐惧 什么叫做核心恐惧 就是 我最害怕的是什么 对方最害怕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爸爸的核心恐惧 是生存 是安全感 凭我这种 一穷二白 一没有人脉 二没有储备 如何 在人群中 获得生存 以及生存 带来的安全感 是他最大的核心恐惧 对于爸爸这样的年纪 爸爸这样的经历而言 他会认为 如果我不努力 如果我不强硬 如果我在很多时候 不赋予自己坚强 和硬撑过去的那口气 那么可能 今天 全家 全家 无所依靠 所以 对于爸爸来说 生存和安全感 是他的核心恐惧 即便到今天 他还处在这种核心恐惧 那么 爸爸 老傅先生 也应该看到 小韩的核心恐惧 他的核心恐惧 跟你不长在一个点上 不长在一个层面上 那么 他的核心恐惧是什么 不被理解尊重 不被看见 两代人 在整个大时代的 洪流的发展下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老傅是第一代打拼者 他更多的是用在石干 而且他也认为 只有石干 才能改善生活 而小韩 其实 他已经到了第二代 父母 打下了江山之后 那么孩子 可能在这个江山的基础上 他会有更高的 精神需求 我要 被尊重 被看见 我要发展一些 我的个性 所以老傅 也不能再用你的那种 谋生的意识 去看现在孩子 谋发展 谋个性 他们 这一代人的这种 思想需求 再加上不沟通 不交流 那最终走到今天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观察员李小云认为 父子二人的成长环境不同 决定了二人的核心恐惧 是不同的 不沟通 是他们走到今天 最大的问题 而此时 观察员廖喜玉 想帮傅先生夫妻 说几句话 继续 儿子 你非常的帅气 而且儿子 非常的有礼貌 说话呀 作诗啊 年谈及此 挺有教养的 孩子 但是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 今天你在这里 这样的去 控诉你的父母 孩子 从你的泪水中 我能读得懂 委屈 不满 抱怨 指责 全都是父母的错 都是这样吗 你错了 当荧幕上出现了 吹款的 告辞涵 包括恐吓的信息 你像这么惊呆了 这个儿子怎么了 你知道吗 孩子 这个一天 他不是在吹你的快 把你父母的尊严 全部给踩到地上去了 别人会说他 这对父母 再能干 教个这样的孩子 我听到一个 最气愤的信息 你竟然在跟你妈妈 交流的过程中 竟然让你妈妈跪下 听什么 不说你 我觉得你不会长大 父母不敢说你 我能说 我敢说 孩子 为什么我会这么欺负你知道吗 父母是天 父母是地 你能叫天塌下 你能叫地 现象吗 孩子 你真的不懂事 你看看你 父亲 今天说到这里 我再调不好 我愿意跟儿子 断绝父子关系 我在猜想 今天你的父母 在我们这个现场 可能还有很多 真正伤害到了 父母的事情 他们不肯说 他们不愿说 他们不敢说 你知道吗 儿子 我希望你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 父母的不义 我该怎么做 我不管你是大专还是本科还是中专 你自己谋生的路 应该是你自己去 我在猜想你父亲像你这么大 他早该是自食其力了 千万不要让你的父母 更加地去担心担忧焦虑 好吗 儿子 观察员廖喜玉的话 让父母都磨起了眼泪 可令人诧异的是 看到流泪的父母 小韩却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最后 甚至和观察员廖喜玉吵了起来 不是啊 老师 那个我看您是法 应该是法律工作者是吧 总有一句老话说的是 天下没有说是 哪个父母对孩子是不好的 我当然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我想问一下 在18岁以前 他们带给我的种种伤害 我就必须要自己忍受 自己消化吗 那个时候我才是弱势群体 知道吗 难道说你的父母是虐待你吗 如果小时候把那个伤的照片 给您看的话 我是没有拍 我是没有能力记录下来 如果记录下来 您看到 您会觉得这就是虐待 你是喝什么长大的 喝水呀 喝吃草长大的 理清一件事 不是我让他跪下的 是他到那个点说 要不然我跪下 这个事能过去吗 是他自己说 我情绪到那个点 我说那你跪 好 不是我主动让他跪 但是从小到大 他主动让我跪下多少次 小韩为何如此激动 他的童年真的如此悲惨了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看到 留守儿童小韩来到北京 和父母团聚 却遭遇父母家暴 四岁才刚开始生活在一起 但生活在一起之后 不但没有就是家的感觉 然后父母更多的是 以示暴者的身份 示暴者 对 就是从小 就感觉就是被打到大的 傅先生怒不可遏 终止录制 我参与 如果说这样 还记得吗 这个不要再录了 不解决问题吗 真说实话 真解决问题的 一边是长文配照片的详细控诉 一边是父亲的坚决否认 现场剑拔弩张 究竟谁是真话 谁是假话 调解团队将如何应对难题 我告诉你 我原来在公安局做过 关于测谎的行李 我相信今天孩子在场上 所有说的每一句话 但是父亲和母亲并不相信 小韩心里的伤口 能否治愈 这个遥遥欲治的家 又该何去何从 敬请期待明晚的金牌调节 不被理解的父爱 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